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個16後面是個0 它的兩個正因數的和 是1025 那麼這兩個正因數 可能為和 好,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16 1234 這我給它做音式分解 這個就等於 音數分解 16乘以多少 10的幾次方 1234 所以這個數 指音數只有2跟5 這是2的幾次方 2的4是16 然後這是2的 這2乘5 4次方 再乘以5的4次方 那我現在呢 在這裡面 要抽出兩個什麼呢 兩個正因數來 這兩個正因數呢 它的和是1025 那它的和是1025的話 那其中的話 有一種可能是 其中一個數是5 那一個數是5的話 另外一個數 就1025 減5 就1020 乘以1020 那1020 是不是它的這個 那個因素呢 1020不是它的因素 為什麼呢 1020 它有3的因素 這裡它沒有3的因素 所以不可能 或者有可能是5的平方 5的平方 如果其中有一個因素是5的平方的話 那另外一個因素 那另外一個因素 因為這兩個加起來是1025 就是1000 那1000 那1000 是不是它的因素呢 是的 因為這裡的話呢 就有1000的因素嘛 這個是160 這個就對了 這一種可能 那或者呢 5的三次方 乘以多少 如果5的三次方是125 那1025 減掉125 那這多少 900 乘以900 那900 是不是這個的因素 不是 為什麼 是吧 因為這裡它有3的直因素 這裡沒有3 這裡只有2跟5 這個也不行 或者 5的四次方 這是625 這是625 那1025 減掉625 這多少 這400 那400呢 是不是這個數的因素 4啊 因為這個 這個就是 400 那 乘以多少 4啊 4千 4個0 416 所以400呢 是這個數的因素 這個對 所以這個也對啦 所以只有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 一種情況是 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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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跟400 有這兩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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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機 2 5 5